彭湖十户的故乡吉贝宇 由其老张庆海著作的《户我家乡吉贝的十户》新书发表会 在中兴国小教师研习教室举行 除了作者亲自出席外 教育处长舒启昌也到场观礼 期盼新书发表能保留与发扬先人的智慧 推动彭湖观光 今年是彭湖海洋年 位于北海旅游圣地吉贝岛 周围既有104口石户 素有石户故乡的美誉 由当地其老张庆海抄刀著作 《户我家乡吉贝的十户》 并由吉贝旅高相亲 欧新达董事长出资印刷 计划于前任徐有志校长任内 起草整理 先任校长新武正接力完成 石户是鲜明古老的捕鱼工法 结合海洋潮系与生态永续之理念 2008年6月 县政府依文资法 将澎湖石户文化景观 吉贝石户群登陆为文化景观 在现今全台所剩不多的石户中 吉贝尚有石户捕鱼 休戚等渔业活动 更显难能可贵 张庆海本于对家乡的热爱 及文化传承使命 用一辈子的时间 详细记录了吉贝周遭石户群的变迁 包括名称、位置、区域分布、历史与田竹 石户的运作、潮汐、渔获、信仰 及石户间发生的故事等等 可谓是一部吉贝岛400年来的缩影 新武镇校长表示 吉贝国小近年致力将在地石户文化 融入课程中 建构4D石户课程 以教师字编教材 结合生态踏查、精工 3D列印、舞蹈、戏剧等艺术创作 并为请其老亲自带领学生 体验石户修器与语法 让学生更了解 先人的智慧与在地文化的优美 荣获108学年度 跨领域美感教育卓越领航计划杨帆奖 记者王海龙报导